接下來這道料理是 老師你自己說吧 因為我已經肚子餓了 所以你還沒煮出來 我們再來做的是非常棒的烏魚子炒飯 好 觀眾朋友 大家知道什麼叫烏魚子嗎 長這樣 好 這樣子不能吃喔 它外面有個薄膜 因為我們今天是做炒飯的料理 所以說我們這個烏魚子 就是選用一般的就好了 如果說你要當冷盤 或者當前菜 當然就是要越厚越大的 人家送我的是很大很厚的 我又送給別人 因為我不會做 你今天這個一定要留著 這個很棒 有很多很好料理 然後至於怎麼樣處理烏魚子的方法 有幾個 就是說你直接把它掰開 然後來濕也可以 還有就是說泡這個高粱酒 大概泡個十來分鐘 讓它這個膜軟化了之後 然後你再來濕都可以 好 那這樣子 那你看來 這個給你濕 我濕著 我們今天節省時間 這樣就可以濕了喔 對 我剛剛都看到喔 我就把它發起來 這個膜就把它撕掉 對 直接撕掉 對 直接撕 有的有素不能吃對不對 對 不是不能吃 它的口感不好 好 OK 好 那我們拿一個平底鍋來 我們稍微來給它 我們這個烏魚子的處理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種 最簡單 我們就用這種乾一點點油 這樣子 好 這樣 可是我們這個脫完膜也沒關係囉 沒關係啊 就這樣啊 但是不要太久 這樣子 一下子 我們就這樣子把它乾煎 把它乾煎 好 那我們因為 弄一下下 我們不用很久 因為你烏魚子如果說過頭的話 它就會不好吃 那怎麼樣來看說這個烏魚子 它有沒有炸過頭 或是說烤過頭 就是說它裡面的魚蛋蛋 如果變白了 就表示它過頭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太久 好 這樣子 稍微就好了 你看 其實這樣就好了耶 你看 這樣就一個小盤 對 這樣就好了 已經熟了 你帶那個的話就太熟了 那我們這個鍋沒關係 我們這個鍋留著 我們就用這個來炒飯 我先把它拿起來 好 那我現在這個 這個烏魚子我先把它切好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就切丁 好 我們今天的烏魚子切丁 老師很大氣 這麼大塊 好 你看它這樣子 老師的丁已經很像塊了 對 可是等一下炒一炒 應該會變比較小對不對 然後你看 你看這個烏魚子這樣你看 你就知道它不是很白 你可以嘗一下 它如果說它這個烏魚子 它變成白白的 它就是過頭了 它刺起來就是油潤度就不好了 就有差 然後我們這個把它放這邊 我們這邊 等一下我們飯用倒扣的話 我們這邊才會感覺有滿滿的烏魚子 那真的很霸氣 我們的烏魚子的炒飯 就會看起來是豪華版的對不對 對 真的是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加碼 做一道烏魚子炒飯 那這個烏魚子就是台灣人講的黑金 黑金啦 黑金 黑色的黃金 對 對 然後我們就加點油 可是老師 為什麼我總覺得我們自己在家炒的這個飯 好像就沒有外面 是不是跟這個鍋子的火大小有關係 跟火力的大小有關係 還有跟米飯很重要 是喔 那像一般人都用冷飯嘛對不對 不見得喔 喔 是嗎 像如果說你 你好像用很特殊的方法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說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你在家裡如果說有吃剩下的飯 那你要把它炒飯的話 那基本上它是比較黏嘛 對 那你就可以先拌一點點沙拉油 稍微給它拌開之後 你待會再來炒這個飯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糊 這是一個方法喔 喔 然後你煮的飯就是比實際上 如果你要直接來做炒飯的話 你只要就是說水分少一點點 它炒起來的米飯就會粒粒分明 非常的彈牙 對嘛 我們自己的炒飯呢 為了不讓它黏 我們就加很多油 就反而吃就更多的油 這樣不好 這樣太膩口了喔 然後就是另外就是說 你煮飯的時候 要加一點沙拉油一起下去煮 你看 你看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飯 對啊 我就好亮 然後米粒晶瑩剔透 你看這個飯 這樣就很好吃喔 都不會黏著火耶 不會不會 那你看這個飯 你看這個很香 很香 我剛剛在這邊就已經聞到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加了這個油鍋 那我們先來這個爆香 你要用青蔥粒或者是青蒜都可以 那因為現在這個季節 我們台灣很多這個青蒜當季的 所以我就會用這個來炒飯 OK 好 我們來爆香一下 那就是要炒到它的香味出來 所謂爆香爆香香味出來 很香喔 好 然後其實炒飯的話 隨便你們加 那我是有加了這個香菇 那你如果說不加 這是乾的下去泡的 你加新鮮的這個香菇也可以 那我就把它放下去 我只是說 增加它的豐富的一些口感 好 然後這邊要炒到它香味出來 其實菇類很多啦 你加杏鮮菇也可以切丁 它的口感也很棒 但是因為加這個香菇的話 它黑色的 它的帶子比較多嘛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 我們這個煮好的這個飯 好 我們今天工作人員很多 我們乾脆前下好了 大家吃得開心一點 每次立榮老師來 都是12人份的 對… 好 吃得多一點 好 然後我們炒飯有一個秘訣 也就是不要壓 你壓的話它的米粒就會變形 其實炒飯是要鬆散這樣子 你看 然後把它鏟開這樣子 好 這樣子 你看我們的米粒都很完整 然後我們煸炒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要來 下我們的調味料 那我們下調味料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我們不要這樣一搖就散 我們其實要用這樣偏米扇花 它比較容易均勻 是 這是鹽巴這樣子 然後雞粉你們要不要加 隨便你們都可以 然後炒飯一定要加這個白胡椒 那今天炒飯我沒有加醬油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說 炒飯加一點點醬油它的那個 有醬香氣 顏色也很漂亮 對…我自己就會加一點 對 但是我為什麼今天不加醬油 因為我們今天的烏魚子 它有鹹度 所以說我就覺得這樣就OK了 然後我們這個飯菜已經透了 你看有沒有 都亮了 你看有醃上來 就表示整個米飯都炒透了 然後我們起鍋的時候 再把我們的青蒜粒加起來 加起來 把它炒香 它烏魚子最後 最後再下 好 然後這樣子 你看這顏色是不是很漂亮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加上 我們的台灣之寶 我們的黑金黑金光 你看它顏色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又有香菇這樣子 好 其實炒飯就這麼簡單 你看這樣就好了 然後炒飯就從上面挑起來 這樣子 烏魚子下的時候 我們只要稍微拌炒一下 就OK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OK了 炒飯你看多簡單 當然這個烏魚子的價錢也不肥 所以說我們當然要做一些簡單的 也沒有說擺盤 就是讓它比較美美的上桌這樣 看起來又很大氣 對 就是說我這個主人是非常的慷慨 好 那我就把它 裝起來 那因為我今天在炒飯裡頭 我沒有加了這個蔬菜 那所以說我就用一些簡單 這個小黃瓜 我就把它刨成片 那我就要泡一點點這個冰水 那我就把它扣到這裡面 你看 我們這樣子 真的是五星級 那這樣子你蔬菜也不用炒了 你知道嗎 因為這小黃瓜本來就可以吃很爽脆 如果你覺得吃烏魚子 有一點油膩的話 你剛好吃旁邊的青菜 所以剛剛好你看 你看我們的烏魚子它顏色都沒有 變很鵝黃的淡的淡色的 這樣子的話 表示我們這烏魚子 它煎炸的熟度是剛剛好的 不會說太熟 真的很好吃 因為太熟會太硬不好吃 這樣子 真的好好吃那個烏魚子 不錯 只要不要炸過頭 這樣子就很棒 而且這個烏魚子炒飯 其實你請客的時候 也可以當主食 你看這樣子上菜 你看根本就不失禮 對不對 好 今天麗龍老師帶來了 一帆豐盛跟我們的五星級的 烏魚子炒飯 對 觀眾朋友 你一定要試看看 我已經幫你們試過了 一定要試 因為真的好吃 而且最主要是很簡單 對 簡單容易輕鬆上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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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THEM 非常感謝